关国改善到89山立行道路的路空 几年前在在催卵部落的路段 利用贴国轨做路级的红队 因为效果不错 使关国轨位在到89山 49公里大幅山的路段 也使用贴国轨来做当头成的红袖 改善幅山的红阔 观众李明珍也特别在说 今天来会访 同时跟工程当委讨论未来的时间红袖 管副工部处向管顶林明珍干部 未来会计对调的工法 不过林明珍人为设计工法共同不久 现在第一站就比较出来了 要跳蚂三个月就好了 三个月就跳头都在那里 第二站就会放在那里 第二站就会放在那里 现在像这边放在那里 想起来 拖的工具就会变下来 到89山49公里大幅山路段 一堵到风太大幅座的幅山 造成交通中等 关乎几个菜用贴国 动作动拖穿的方式 希望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研究一套方式 就是用后柜方式 把那像跌床式的 这样把它跌起来 把基础做稳固 然后把排水做好一点 那么是不是能够这样 再防止它继续谈防 我们先做一个实验 这种工法用在岛北19山已经有生理 16.5公里催卵步落路段 就是采用贴火柜当作楼梯 解决后楼梯是相比大水 穿山流失的问题 在我们的翠鸾 一处也是经常性土石流的地区 那也有施作这种用货柜 那提田式的方式 去阻挡土石流的工法 那经过了几次的豪雨 到目前那个货柜 地基都还是存在 是觉得是可行 如果这个试验成功的话 其他四处的摊房处 我们都可以仿照这样来做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五大摊房处 我们就可以解决 避免疫苑就存在 管理人们已经表示 会几天发如果有效 岛北19山五大帮山路空 就有机会叠到很大改善 人家的香港所也希望 未来可以有机会 去办岛北19山沿山步落公车行事 全乡剩下我们头八十九线 没有公共运输的交通 那就是等待我们县长 把我们的路平专案都改善以后 那文中也要向我们的交通部公路总局 那争取我们的幸福巴士 道路许可的话 如果说这个道路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当然有巴士走是最好 那对村民是更方便的 管理人们也正出6500万件会 经纪中丁会到八十九山 历行与岛路段落民改善工庭 希望让沿山七个部落三千多个基民 都有便利的道路通行 既然王朝向彩虹报道 有继续